73歲阿公騎車載著11歲 孫女才剛騎過公車旁邊 卻和左邊一輛雙連結車 乏身擦撞 祖孫倆連整帶車倒地 阿公被捲進雙連結車底 當場死亡 車過現場還遺留 孫女的粉紅色書包和安全帽 阿公的拖鞋也掉在地上 幸好小朋友只有手腳多處擦挫傷 但卻目睹了阿公被捲進車底 事發在台中壇子 中山路二段橋中國小校門前 時間是12號早上7點多 是上班上課時間 死者是73歲的報姓男子 他正要在11歲孫女 到頭家國小上學 結果半路和雙連結車查撞 一開始警方勘查現場 以為是公車先撞到祖孫倆 才捲進連結車 但公車業者調閱行車記錄器 曾經當時公車 已經停靠路邊倒站下課 這時候祖孫已經超過公車 公車下課完之後 起步沒有多久 祖孫倆就發生碰撞 公車雖然沒有碰撞到機車 不過警方補充 雙連結車還有公車司機 兩名駕駛還是要依過失致死罪 在交郵遞檢判斷 是否有英國關係 但一場車禍祖孫倆天人永隔 TVC的張宣彥 羅衛星台中報導